是什么东西如此重要,让两人拼尽全力,谁都不肯松手。 终于,话不裂开,眼看就要摔个四脚朝天,荷兰大步向前,一把将天机揽入怀中,天机看着眼前的盛世美颜愣在当场,心中小鹿乱撞。 话说,当日荷兰终于得知了天机的名字,瞬间荷兰涌上强烈的预感,眼前之人,就是当初夺走他初吻的小女孩。 这时,女巫和二王子也找了过来,女巫万万没想到,皇上面前的大红人荷兰,就是当初被他求语的蜥蜴童子。 这一刻,女巫想通了很多事,她猜测,当初从画中脱困的魔王,很可能是躲进了荷兰的体内。 天机刚穿着荷兰进屋休息,风风火火的三王子,就闯进院中。 三王子亮明自己的大军身份,天机看着眼前人的衣着,不禁哈哈大笑。 你要是大军,我就是大军夫人。 听到这句话,三王子很是无语,天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,三王子被天机说得连连后退, 一再强调,自己真的是大军,只是想进屋找个人。 就在这时,荷兰听到声响,出门查看。 三王子一看,正是自己要找的何主部,连忙迎上前去。 而天机生怕三王子不是好人,拿起斧头就要劈上去。 忽听得两人的身份,吓得赶紧放下斧头,躲了起来。 而后,王子布下牵着狗冲了进来,仆人看到荷兰激动不已。 三王子询问他,怎么会在这里? 荷兰因为被魔王附体,记忆全无,他也不记得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众人缠着荷兰准备回去,三王子突然想起刚刚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。 当听说,他是为了保护荷兰才那么咄咄逼人时,不禁觉得,这个女孩子还真是有趣。 离去前,荷兰特意给天机留下一张字条。 躲在暗处的女巫提醒二王子,这荷兰很可疑,得好好调查调查。 回到府中,二王子还在对荷兰念念不忘。 当年,他被魔王短暂附体,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口,只有和魔王重新结合才能治愈伤口。 多年来,二王子一直想找到魔王,借助他的力量,登上王位。 皇上这边,从三王子口中得知,禁军之死并非人为。 不由得想起了当年亲眼见过的魔王杀人。 于是,督促三王子尽快举办一场画会。 正打算在对三王子嘱咐些什么时,荷兰前来拜见。 皇上与荷兰逆谈。 你没有好好珍惜自己,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。 这是你的罪。 这可真是,皇上说你有罪就有罪啊。 接着,要荷兰解释猫头鹰和禁军之死。 如果解释得好,就恕他无罪。 荷兰表示,猫头鹰能点亮黑夜,是有智慧的动物。 这种聪明的动物出现在宫殿屋顶之上,乃是吉兆。 紧接着,成祖话锋一转,开启了一个更敏感的话题。 要荷兰选个好日子,他打算把皇位善让给长子。 夜里,荷兰和天机都在想着对方。 一个想着,公子应该回府了吧。 一个想着,姑娘应该已经走了吧。 长夜漫漫,无心睡眠,天机借话笔描绘着心事。 明明只是一次匆匆的相逢,却让对方住进了自己的心里。 隔天,天机还在对荷兰念念不忘,自嘲自己身上是不会有这种缘分的。 就当做了件好事,忘了吧。 这时,一个消息传到天机耳中,大军三王子要举办天下第一画会大赛, 全国画工均可参赛,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 然而,天机尴尬却想到,那天自己嘲讽来找荷兰的大军,心里真是越想越想死啊。 这时,崔叔让人把天机叫去。 天机猜测,崔叔一定又要强调不许他参加大赛。 从小到大,无论什么比赛,崔叔都不允许他参加。 没想到,这次,崔叔却一反常态,表示他当然可以参加。 但前提是,要先画完送给崔大人的画轴和屏风,这明摆着还是不让参加嘛。 画馆所有人全上,还得要一周时间才能完工呢。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完? 想到这儿,天机这个小机灵鬼偷偷找到提交报名名册的江叔, 拿他和大婶的私情相威胁,把自己的名字加了上去。 江叔害怕事情败露,把送名册的事也交给了天机。 于是,命运的邂逅又一次发生了。 天机小心翼翼走进王子府,正巧被前来造访的荷兰听到。 天机只说自己是来送名册的,转身刚要离开,却被荷兰叫住。 原来,荷兰早就通过声音认出了他。 那天,三王子一直在找天机,到底是什么原因? 荷兰也很好奇,天机只带说出那天嘲讽三王子的话。 听到这儿,荷兰大笑不止,这样的笑容已经很多年没出现在他脸上了。 小时候的场景再次浮现在眼前,他提议帮天机转交名册。 可刚巧,三王子正式回来了,天机忙披上外套,准备开溜。 可一转身,衣服滑落,三王子一看,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娘子吗? 一个拼命跑,一个呢,拼命追。 最终,天机还是被三王子一把抓住了手腕,天机想睁开,一抬手,却打到了王子的鼻子。 天机傻了眼,这下该不会被斩首吧,蒙低头道歉。 三王子并未恼怒,而是看到了天机手中的名册,猜到他是画馆的人,伸手去拿名册。 天机怕泄露自己的名字,说什么也不肯松手,争执间,名册被扯断。 就在天机要摔倒时,荷兰上前将他扶住。 两人身体接触的瞬间,荷兰身上的封印又一次松动。 天机看着眼前的盛世美颜愣在当场,心中小鹿乱撞啊,荷兰眼中也露出异样。 忙松开天机,请两人坐下来说话。 在荷兰的提示下,天机跪地为自己无礼冒犯大君而请罪,三王子笑着调侃, 这件事就过去了,我也不能真赐你死罪,那样我不就成光棍了吗? 你可是我的夫人呀,念在你是我夫人的份上,刚刚那一拳也就原谅你了。 坐在一边的荷兰,听到这些话,醋意大发,故意弄翻杯子,将茶水撒了三王子一身。 随即盲说道,小人眼睛看不到,实在惶恐。 借着这个小插曲,打断了三王子对心上人的调戏。 画面一转,各路人马正在为画会做着准备,天下优秀的画师齐聚都城,甚至针对夺冠者的赌局也开始下注了。 这次画会,三王子还有一项重要任务,那就是,要通过这次比赛,找出多年前画封印画的红画师的后代。 只有他这一脉画师,才能往画中注入灵气,修复先王的画像,重新封印魔王。 遗憾的是,红画师的病情越发严重,天机找来郎中,给老父亲诊治。 郎中直言,如果找不来珍贵的清心丸,恐怕老父亲,命不久矣。 眼看老父亲病情日益加重,天机无心画画,整日愁容满面。 幸好这次画会将聚集全国各路大人物,说不定就能找到贩卖灵丹妙药的人。 如果能拿到冠军大奖,那买药的钱也不用愁了。 这次,他决定豁出去了,不顾一切,一定要参赛,夺冠。 这边,荷兰从无影口中得知了关于天机的情报。 更加确信,她就是自己小时候认识的小女孩。 令荷兰不解的是,失明的天机是何时复明的? 此刻,同在庆清阁的二王子脸色严峻。 他已经打听到皇上准备膳位给世子。 对王位虎视眈眈的二王子召集一众大臣密会。 大臣们认为,目前二王子根基不稳,如果举世,务必要将三王子拉拢进来,以壮大声势。 荷兰戴上面具恢复日月星装扮,他吩咐无影重启月星堂,永远禁止正掌柜踏入。 不巧的是,这番话刚好被正掌柜听到。 暴怒之下,他偷偷溜回月星堂偷画,同时下定决心,要给罪魁祸首天机好看。 转眼,到了画道大赛召开的日子,崔叔出发前把天机锁了起来,坚决不让他参赛。 被困的天机百无聊赖,只能做起了画。 此时,依靠吸取画中灵气为生的画妖出现。 他以买画人的身份现身,打坏了困住天机的门锁,吸食了天机刚画好的画作灵气,大为满意。 参赛心切的天机没有察觉到此人的古怪,趁机逃了出去,直奔赛场,正准备入场时,却被正掌柜拦住了去路。 天机一个女孩,根本不是这个流氓头子的对手,眼看就要遭殃。 关键时刻,荷兰再次上演英雄救美。